中文宴 大家午安 今天讲一个食安问题 用萝卜烤的立委比较安全 很奇怪 第九线立法委员的候选人们 如果用萝卜烤他一下的话 我们选他会比较安全 那么为什么要被罗伯考呢 主要这里谈的是一个1987年 1876年 那时候有一本书叫做 《罗伯特意识规则》 Robert Rules of Order 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是第11版了 三年前 大概从联合国到全世界 所有民主国家的议会 包括我们的民权出部 包括我们的立法院议制规则 包括我们开的班会 大概都是从这本书衍生出来的 他的精神也衍生出来的 但是他的议制议设计 那么我们就发觉一件事情 就是说好像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 对这个规则本身呢 似乎也不是很了解 我来试着才述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在《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伊甸士》曾经有一个节目 它叫做《人民做主 谁敢不服》 我找了一下网上 似乎不太有人对这句话 有什么意见 但是呢 我觉得这句话本身有点问题 就是 谁敢不服的谁这个字 好像也是人民 那么到底谁做主谁听 好像有点 夹成不轻的 其实呢 我认为 这个民主不应该是提自己找个主人 过去好像总是跑个神 又把打枕口 再跑个神又打枕口 一直持续 不管是美国 日本 台湾 基本上都是过程 其实不应该跟人有关 应该跟事情有关 如果是决议做主 那人人应该都服 这是共事嘛 那当然你想说 那这个决议怎么做的 对 如果决议形成的过程 本身有问题的话 那当然就争议不断 这个黑箱作业 红沫是从这里来的 所以 议事规则 到底是不是属于 程序正义 这件事情 到底在我们的立法院里面 大家重不重视这件事情 你不妨呢 到立法院的官网 然后到议事规则里面点开来 看看 它的规则是什么 我的基线里面 我用iPad点出来是乱码 我觉得很讽刺 好像也没人 care这件事情 这种议事规则是假的 好像不是 没有人把当一回事 我们来看看 它这个中间 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要考大家一个问题 这是姚立明出给我的问题 他说 姚立明单挑姚明打篮球 那么我在比赛规则上面 我改一条 因为意识规则 等于说是意见的比赛规则 那么用球赛来讲 我只要把篮球的比赛规则 改一条的话呢 本来一定是 好像这个姚明一定是多数党 他一定赢的 投票他100%赢 但是我只要改一条规则 是不是姚明跟他打起来呢 至少不是一定输的 这个我们打了刘的到最后 再学不学不达 总之呢 就是说 在这里有很多 假设 比如说我们说 意识 这个比赛规则说 这个裁判说 我们为了和谐 所以呢 有犯规的人呢 我们不会让他离场 永远没有犯满满场这一回事 改这一条规则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个球赛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或者是什么样 其实我们立法院 看起来就是什么回事 所以到最后呢 我想强调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我们都把程序正义 当作一个一回事来看待的话呢 整个我们的社会的幸福指数 是会提升 也就是说 他其实跟路边烤地瓜的那边 也有关系 只是今天大家好像 从最上面立法院民主面堂 一路下来 好像这件事情 大家不大有感觉 那我们在这边 想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下一届的立法院呢 希望它成为一个 程序正义的殿堂 然后把它当作一回事 而是最神圣的一回事 那要做到这一点 你说 who cares untils全民都care 也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样做 用一些方法 我们要把所有人都渴望成序正义 只要一看到就是 哇 这个打假球 他别按着规则打 财办还不判 八成下面有什么交易 每个人都能看出来说 比赛规则是什么 那你说这玩意儿有点难 我说好像也不难吧 因为在座大概每个人都是要棒球规则 我不要有没有人看过棒球规则 自写的你看过 写在纸上的 没有 我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吗 看写在电脑上的 看电脑也算 你统那第一人 还有人看过棒球规则的 用文字写的棒球规则 有没有人看过 太棒了 他是天下第一人 但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没有那么难 只是我们社会教育的 公民教育的方法怎么用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就要说 I have a dream 这个梦是什么呢 这边我看到有很多 包括国会的调查兵团 或者是卧槽这边 都有一点 类似 就把立法院一些问题提出来 但是我希望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 就说像这个案例 在三小时 三十五分 三十七秒的时候 违反立法院意识规则 第几条第几款 我们先做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一个一个案例 我希望我们能够 跑出来很多很多案例 这是第一件事情 OK I have another dream 另外一个 这个这个beam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刚刚所有的案例呢 我们来做一个教学 他怎么教呢 或者像国会无双这样 我把它变成 简而易懂上面 做一个 这个文字的说明 做一个什么样的 把它的重点吧 标出来 他有 YouTube上有 七千五百多的 这个subscribers 可爱学院 这叫数学 小学生从小学数学开始 上一的人看数学 No kidding Bill Gates因为发觉他小孩也在看 所以投了他五百万美金 然后Google再投他两千万美金 你知道吗 这种学生从小学 这种学生从小学 这个台湾人 台湾的人可能是少的 我自己住美国 那么我有四个小孩 我的初中高中小孩 基本上就是看 crash course 这些学校上的 这个初中高中的物理化学啊 人文的这些所有的课 我希望创意让全体人民渴望程序正义 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更软的教材 那么你可以说我是个dreamer I'm a dreamer however 这个 我在这过去两个礼拜以前 我根本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一个经验员巧合呢 两个礼拜之间 大概有五十多个各界的知名人士 年龄成也很分布很广 而且大部分是我刚刚认识的人 都非常支持 那我希望号召三百六十万 渴望程序的选民 他在总投票人口是百分之二十 得票率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抑注他的票给被考过的候选人 我们会设计一个电视的节目 我们会设计很多的方法去考这些候选人 他如果过的话我们就会支持他 那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加入我们 就是希望有一天呢 就我们不再问颜色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也这个 这条是用的这个 这条歌 也没有密室协商了 No Help Your Lawless 然后呢 想一想看如果所有的人都知 渴望程序正义的话呢 啊 这个 最后呢 希望第九届的立法院 成为台湾之光 成为台湾之光 这条 哦哦 对对对对 好 把篮球 那个篮球的篮高度降到 譬如说 1.5公尺 那 来 对对 south 不 counts 谢谢 好 谢谢